花蓮縣老人會日前舉辦的市長盃長青桌球賽 吸引了近百人到場 各個是大選伸手切磋球技 市長魏嘉賢特別到場開球 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市長也表示人老心不老 希望大家藉由適合的運動 為自己打造健康活力的身心靈 由花蓮市公所指導 花蓮縣老人會主辦的市長盃長青桌球賽 在日前火熱開打 比賽分為假以擊 拆混合雙打 共計有16組 近百位選手報名參賽 鷹法長者共聚一堂 各個大選伸手互相切磋球技 而市長魏嘉賢也特別到場開球 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那在這個月 我們也開始舉辦一些 在老人會的一個歌唱比賽 撞球比賽 那還有今天的一個桌球比賽 那也真的希望所有的長輩 在上半年真的是悶壞了 那也希望在下半年的時候 能夠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讓大家的一個 等於說生活能夠更精彩一點 那隨時隨著疫情的變化真的不斷 那還是要提醒所有長輩在這段時間裡面 要做好自身的防護之外 那也要了解一下整個國際情勢疫情的一個走向 那做好相關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未來的生活有可能就是這樣子 有疫情的時候要有一些調整 那未來環環市公所也會持續的針對長輩休閒的活動 持續推出更多系列有趣的市長輩 或者是一些適合長者的銀髮組的一些活動 那也請所有家中的長輩都可以出來參加相關的活動 市長輩嘉賢也鼓勵長者能多走出戶外 假如不同的社團 皆有人際互動及社團辦理的各項活動 達到聯誼的目的之外 也讓身心靈充滿活力與健康 記者徐立琴 華聯誼報導